王忍辉 52岁 离异 退休金两斤多元 老家白城大安 现在长春租房住 几个人一起租的呀 这有6个房间 就是茶间的那种吧 对对对 茶间那种 我说一说 上这来我就笑 你有啥笑话的 跟红娘刚一见面 王大姐就表示 有点不好意思让红娘来 因为自己现在住的是 500块钱一个月的茶间 你老家原本是超纯的 老家住的那是大呢 从2015年我在广州 帮女儿带小孩了 小孩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 所以呢 因为咱们不是那边的人 我说我就回东北吧 毕竟咱们是东北人呢 是不是在那边太热不习惯 王大姐说 从2015年开始 自己就去广州 给女儿带孩子去了 因为孩子也大了 再一个也不习惯广东的气候 所以2020年5月份 就从广州回来了 又因为宜家在长春 所以就在宜家附近租了房子 问王大姐为啥不回大安老家时 王大姐说 这还得从自己那段 失败的婚姻说起 她是喝她酒 年轻的时候还真不咋喝 就是从哪做生意 做啥生意之前 收购农副产品 收购的时候我跟她想想 我在这边就是负责 那是说调出米子 打包 那就是说一下那个粒啊 就是那米粒啊 还得说装袋 这个我一个人根本都照顾过来 两个就是负责两个 就是说两个项目嘛 她在屋里陪客户 去喝酒就没完 所以呢就是那边还收的货 王大姐说 自己跟前夫 原本都是大安的药材公司的员工 自己是营业员 前夫负责跑业务 后来公司破产了之后 她就跟前夫做起了 收农副产品的生意 但前夫却嗜酒成性 还因为喝酒把买卖都赔了进去 因为当时说的这个价格高 这个农民那个粒的 摔的也不干净 而且特别潮湿 就放在裤里边吧 就是有点 当时还没发现出的我什么的 就是说粒的不干净 就收到裤之后吧 就是三四个月之后 又重新顾着又摔的 摔的那个粒的 那个粒的就是当时收的时候 就是农民摔的根本就是 就是摔了一点点 她就是说的 她喝酒无事吧 就是质量把关 她就不行吧 那条米的一块多收的 那卖那个粒的就四毛多钱 那你说这从中又赔多少 赔了好像19万块钱 19万块钱 王大姐说 因为前夫喝酒 导致收的农副产品把关不严 最终导致他们赔进去了19万 至此他们的家也赔进去了 他们的感情也都赔进去了 之前是有点积蓄呗 完了还有点贷款 不够我这么就把房子卖了 就是凑一凑呗 那你们那时候不加合格吗 对 完了其实是我 就是跟他俩离婚了 还有持续了一年多 这不是14年离的吗 我女儿又年生有孩 反正我就拿了 我就带有孩去 卖了房子 还了债 于是2014年 王大姐跟前夫离了婚 离婚后他就跑去广州 给姑娘带孩子去了 也没想过自己感情上的事 这回姑娘孩子也不用自己看了 自己又孤身一人 来到了不太熟悉的长春 所以王大姐希望 尽快找到一个 能够给自己温暖幸福的 另一半 所以外在的我都不怎么注重 主要注重的内在 人品也好 有担当 有责任性 主要是说我注重这些 有住房 有稳定收入 那就行 嗯